令各位Leica粉絲九燈的M10旁軸相機終於面世 今次的機身可以說是非常有舊時菲林機的味道 除了機身尺寸變細之外 亦都加入了ISO轉盤 更加有全手動菲林機的感覺 新機到了當然要拿上手實試 記者就找來Leica忠實粉絲Raymond幫我們試真點 我玩了十年 由他開始出的第一部數碼機M8 那時候開始接觸Leica 到訪問那天已經用了兩個星期有多 不知Raymond又覺得怎樣呢 他初初公佈的時候 規格都叫人很失望 功能上好像沒什麼大的提升 但其實拿上手玩了一輪 一拿上手的感覺已經是一流 因為他十年的數碼機都很肥仔 唯獨這一部成功瘦身 所以有一個菲林機的感覺 沒錯今次新機最大改動 相信是他的機身尺寸 與以前Leica M系菲林機差不多 亦都是最薄的Leica M系數碼相機 官方就說機身深度只有33.75毫米 相信亦都是一班粉絲一直以來的期望 觀景起方便因為比之前增大了30% 放大率亦由0.68增加到0.73 Raymond覺得對攝影真的方便了 另外雖然與上一代一樣是2400萬像素 但由於配備最新的Mistro 2影像處理器 成像亦有提升 看一看拍出來的相片 Leica未依舊 中招位置亦非常清晰 另一吸引之處是Leica 終於引入無線連接功能 可以用Wi-Fi方式過上到手機 又可以用手機遙距操控 各位Leica迷儲好錢準備好彈藥未呢?